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还是是一个倒霉蛋呢 我今天会用心理学博士理查的科学实验 来作为我们对运气的了解 但因为这个过程有点长 我就还是把重点先放在这边 第一个重点 运气的好坏 基本上跟智商 跟纯粹的运气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 那些运气好的人 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其实就决定了好运跟不幸 但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天生好运气而已 那这些生活方式包括了 第一个 他们在多方面尝试 而不是一直重复昨天的生活 第二个 他们是一块社交磁铁 他们的肢体语言 让大家觉得他比较好亲近 第三个 好运的人还是会遇到厄运 但对于他们来讲 那并不是坏事 所以重点讲到这 我们就从理查实验说起 幸运心跟倒霉蛋 理查原本是一位魔术师 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因为他后来变成了心理学博士 所以这个经历让他有些不同 当理查还是个魔术师的时候 因为表演需要 所以他经常需要跟观众互动 这些魔术当中 有很多是跟扑克牌相关的 或者说跟猜东西相关的 那 就在有一次的表演当中 他要一个女观众猜一下哦 他刚刚抽出来的牌 现在放在哪个信封里面 后来这个女观众指向一张信封 信封打开 等等 他猜中了 这个效果 其实要归功于这个魔术师的手法 可是这个女观众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认为 他本来就是一个幸运的人 所以他本来就应该猜中的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 放在理查的心中 后来他辗转来到心理学界 这段记忆又唤起了他的好奇心 于是他决心 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一下运气 我说一下理查的验证过程 首先 他们找来了很多很多受数者 理查会先让他们回答几个问题 好比说 你经常遇到好事情吗 比如说常常中奖 还是说你总是能够遇到知己 不缺好友呢 这是关于好运的叙述 那不限叙述就像是 你不曾中奖 常常卷入不幸所造成的错误里 你在情长不顺 事业也是遭到不行的 你喜欢的衣服都没有你的尺寸 你汽车动不动就会抛锚 理查就是把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呢 丢给受试者们去回答 最后他的研究团队 会把这些回答当作是根据 分类出三组 幸运组 运气中等组 不幸组 那在这个分类的过程结束之后 研究团队的人 并不会告诉这些受试者 自己被分配到哪一组 而只是去跟他们做访谈 结果 团队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发现 他们发现 如果一个人他今天是被归类为幸运组的 在大家说明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时候 好运的事情就会占据了八九成 相反的呢 不幸足的人 他们的生活总是倒霉是一堆 这个发现 就成了大家很疑惑的一个问题 难道 幸运的人就是天生机遇比较好吗 也就是说 幸运女生比较常劝顾他们 因为有这样子的疑惑 所以第一个实验就这么出现了 理查这一次很简单暴力 他让全部的受试者一起去买乐透 不管是那些温神体值的 还是那些幸运星降临的 通通都给我去下注 如果今天幸运的人 就是依靠这个天生机遇的话 那这些人应该赢比较多钱 结果这一次的实验发现 幸运组的人并没有超能力 因为不管是哪一组啊 他们的中奖率 以及事后得到的彩金 其实都差不多烂 除了这个之外 理查也让他们去参加智力测验 在这项的表现 大家也都差不多 那究竟 幸运跟不幸运的分歧点是什么呢 我必须在这边提早曝光一下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差异 我觉得并不会让你觉得 吓一跳 或者觉得那是一个 多么神的改运做法 但我认真觉得 它是一记提醒 当我开始揭晓 理查发现到的第一个差异 是幸运组的人 比不幸的人更愿意尝试 我们拿中奖来说 那些常中奖的幸运心们 他们有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很喜欢参加抽奖 相对的呢 那些自然没有中奖 运得不幸足 他们常常会在跟理查的访谈中 说出这样子的心得 哦 在我小时候啊 参加什么活动 就算这个奖项再怎么多 也都没有我的份 赌了彩券也不会中 所以我就不买了 反正我就倒霉 这其实就是差异 因为幸运就是得不断地做尝试 这样子听起来有点 是不是太虚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好比说在找工作的时候 那些幸运组的受试者们 他们都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 他们很想要进某家公司上班 于是他们肯先透过人力银行 先投了履历 可是没有得到回复 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放弃 他们会去跟朋友打探一下 或者说他们会上网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管道呢 反正他们会多见其发 多次尝试 这并不是什么今天秘密 只是简单的 你不买彩券就不会中奖 那第二个幸运密码 就是幸运的人 更愿意接受新的体验 有个幸运组的受访者这么说 我去度假的时候 绝对不会同个地方去两次以上 而且常常都是飞到当地了 我才会跟我丈夫决定要吃什么 要睡在哪里 还有另外一个受访者这么说 我不会一直在同一间超市买东西 同一家餐厅也不会一直吃 我也希望今天的生活跟昨天 是有些改变的 诶? 那么为什么接受新体验 是幸运密码之一呢? 我们得搭着第三点一起看 第三点是 内向者 抱歉了 根据数据来看呢 幸运组的人都为外向者 先讲一些明显的 好别说 这些幸运组的人 他们比较会在排队的时候 跟旁边的顾客聊个天 在搭飞机 在搭高铁的时候 他们也都喜欢跟旁边的乘客闲聊一下 那比较不明显的 我也要补充 就是理查的研究团队 他们利用监视器 去记录每一组的肢体语言 他们想要去观察一下 当这些人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多半是处在一个 开放式肢体语言比较多 还是说是封闭式的呢? 封闭式的肢体语言 就像是双手环绕在胸口 在聊天时 你的脚尖并没有转向 说话者的方向 那开放式的就是刚好相反 他们会直面对向这个说话者 手呢 也不会没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 另外这些人 他们也会被记录 微笑次数 眼神对道次数 后来数据显示 幸运组的人 他们在谈话中的微笑比较多 眼神也会看着对方 身体语言多半是开放式的 反之 不幸足的人 多半没什么微笑 眼神飘走 身体采取封闭式 那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第二点跟第三点 集合起来看 假设我们今天 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体验 我们会去听不同课程 去做不同的手工蛋糕 去新的咖啡厅赶报告 在这波操作之下 我们的触及人群会很广哦 因为尝试新东西 就代表不能够只选预设选项 所以我们的生活圈会比较开过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遇到幸运的事情 那多认识一些人 多来到新的环境 多点不同体验 当数量增大了 发生好运的几率就会增加 再来提到第四个幸运密码 他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这真的不是什么精神喊话 而是有些根据的 我之前曾经说到 自证语言这个心理学效应 那我在这边用个简单例子 再解释一次 假设小美 她只剩来到大学里面 但她觉得自己身边 没有什么知性好友 有点寂寞诶 于是她跑到岸上里 找到一个占卜师 她问占卜师 自己到底哪时候 才能够认识的好朋友 这位占卜师 敲一敲水晶球 水晶球回答了 她说 你叫小美不要担心 一个月之后 她身边就都会是好朋友了 小美听完这个之后 她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就在明天开始 她完全不担心了 所以小美开始用真性情 去跟同学相处 狂去参加学校社团 一个月之后 小美就如水晶球所讲的 她身边都围绕着好朋友 这其实就是自证语言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预言 所以调整了自己 进而让预言成真 在理查实验里 他们也发现到这一点 就是那些幸运的人 他们相信自己 会一直很幸运 所以 他们比较敢放胆 去做长期的计划 他们活得比较积极一点 对待他人也比较用心 所以不意外的 其他的人会被他的活力给感染 对于他所规划的事情 也会比较认真 最后这些幸运的人 他们就靠自己 完全地当初对于自己的预言 接着讲到幸运密码的最后一个 对厄运的解释 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钱包 在逛林江街夜市的时候 它掉了 两天之后 警察局打电话过来 邀你去认领 当你拿到钱包的时候 你发现 钱跟信用卡都不见了 但个人证件都还在 上面这种情况 对你来说 你觉得是幸运 还是倒霉的呢? 理查就是设计 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这些问题当中 都是发生了一件意外 但是事后发现 他可能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理查就拿着这些问题 跑去问受试者们 结果呢 你可能不会感觉到意外了 就是不信族的人 他们大都觉得 这种事情就是倒霉 怎么可能幸运呢? 但是幸运族的人 他们比较常用两种方式 来解释这件事 第一个 这件事情本来可能更糟 但它并没有发生 第二个 这件事情是不是提醒了自己 有哪些疏忽了呢? 所以讲到这边呢 我想讲一下我今天的节遇 也同时是我对 这些实验的心得 我觉得幸运的密码并不特别 但对我来讲 它是一记提醒 然后还要讲一下 我觉得买彩券这个概念 我真的很爱 虽然说我觉得 有些人会认为 那是一个废话 但我觉得啊 那是对我这种 没有耐心的人 很需要的提醒 例如说 如果我想要找某种领域的人 来到我的Podcast 哎? 在过去呢 我可能会搜寻一下啦 但如果联络不到之后 我就会放弃了 想说下一个会更好 但现在 我会试着再多买几张彩券 我会去问问朋友 他们有管道吗 能不能够帮忙签个线呢? 最后呢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幸运密码 你会喜欢 但我得说一下 理查 他最后给出的研究结果 就是啊 要得到幸运 不是带满 全部你所需要的幸运手势 也不是换个名字 改个运 而是呢 一个人所采取的生活方式 和面对事情 处理事情的态度 就是最终极的幸运密码 我是Vincent 波克莱五分钟阅读计划 陪你轻松读一本好书 我们下次见 拜拜